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过这条时空隧道 我们的科幻之旅由此开启 来到正在举行的科幻大会主题展览 随处可见沉浸式互动体验的科幻场景 展览设置了续听 产业展区 幻米展区三个板块 吸引了众多科幻米前来体验打卡 5G XR大空间自由体验游戏项目 然后现在我身后呢 就是已经有体验者开始过来参与了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会为大家戴上这个头衔 通过我们的这个头衔还有手柄 可以与游戏里面的角色进行互动 感受这个全景的360度的画面的一个体验 展觐现场还打造了大家熟知的 三体 流浪地球等顶级科幻IP 这个展区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这里面展示的呢 是电影《流浪地球》里边的 1比1收藏级的可穿戴套装 走 我们进去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 我们整个现场其实还原了电影 刘备强上校他所处的太空站的这么一个场景 再来日梦掌位 小朋友可以在馆内体验纳米继续人 人造生命题等新技术 以游戏式探索的方式获得知识和乐趣 科幻梦想啊 造一台机器人 可以清理宇宙垃圾的战舰 来让我们的地球周围不再受污染 我的梦想是可以登上太空 可以探索其他的星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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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